秦始皇 司馬遷 孫中山 宋美麗 哥倫布 納破倫 愛迪生 希特拉 一個個熟悉的名字 一段段驚心動拍的歷史 古今風雲人物 主持 張偉國 羅永生 和你細數古今中外 全奇人物的風雲時跡 上次我們已經說到 袁世凱在新丑和約簽訂之後 就得到慈禧大學的信任 任命他代替李鴻章、榮綠等眾臣之後 擔任直帝總督兼北楊大臣 在直帝總督任上來 袁世凱做了很多 譚志同康有為梁啟昭等人 希望在維新運動裏達成的一些政策 而在袁世凱擔任直帝總督北楊大臣的情況下 中國爆發了另一個重要事件 就是1904年的日俄戰爭 在俄羅斯和日本之間爭奪中國的東三省 和朝鮮半島 還有外蒙古 這個港大地區的一場角力戰 當時稱作爭奪滿人地區 因為其實日本人早就想跳出亞洲 以朝鮮為跳板 希望侵併整個滿蒙地區 然後成為亞洲的盟主 這件事件是因爲 在甲午戰爭的時候 日本人強迫清朝政府 除了割讓台灣之外 還要割讓遼東半島給日本 但當時俄羅斯聯同德國、英國等西方國家 強迫日本要推還遼東半島 否則西方國家和日本 因爲日本在此無奈的情況下 將遼東半島歸還給清朝 吃到口肥肉 當然不相信 反而兩年後 俄羅斯借著德國人侵佔 江州灣的便利 也派兵佔據呂順大連 以及將遼東半島納入俄羅斯的控制裏 還有一件事 強迫清朝簽訂一個合約 將西伯利亞鐵路穿過中國東三省 然後到海參威 這條鐵路今日仍在 而另一條支線 由十字路口去到呂順大連 那個支點 後來發展成為東北的大城市 哈爾濱 所以哈爾濱城市有很多俄國的建築物 因爲哈爾濱就是 在這條鐵路的交叉點 以及俄羅斯人控制鐵路的根據地 於是哈爾濱的建立 亦顯示了俄羅斯人要侵佔整個 中國的東北 當時未叫東三省 的一個據點 日本人深刻看起來 這樣做得了? 即是說 我的眼中要取得東三省 現在你守著先邊 奪取了東三省的權益 那怎麼辦呢? 於是由俄國開戰 其實在二十世紀初 東三省還未建省 因為東三省是滿洲人發源的根本地 所以是禁區 即是現在的瀋陽 當時是不准看人去那裡開狠 一致虛民 很多人從山島那裡偷渡過去 唐關都沒錯 所以其實當時是一個 未有設省的地方 原來看到一個問題 如果我們中國人 即是滿洲政府 還不醒覺 還不加強對東三省的一個管治 就很能念這個地方都沒有了 所以建議此 不如我們開禁 不如建省 建東三省 加強中央政府的管治 亦都好讓日本和俄羅斯 就不要太過明目張膽 硬硬勾吞了東三省 所以其實當時是有的 也都方便他 將自己的北洋勢力 伸展到東三省地區 所以當日俄戰爭完結了 就是俄羅斯戰敗 日本對東三省可以 幾乎是獨佔權益的時候 這個袁世海也要求清朝 將東三省建設成為恆省 這個即核的所謂行政區 三個省 即是我們叫做奉天吉林黑龍江 設一個總督 袁世海推薦他的最重要的幕僚 當時已經做尚書 柳政大臣 徐世昌擔任東三省總督 於是將他自己的勢力 伸展到東三省 另外還有推薦他一個親密的秘書 趙炳軍就做奉天的巡撫 但趙炳軍的推薦是很大的問題 趙炳軍其實是資歷好淺 是一個所謂私人秘書的出身 所以一下子從四敏的官 挑到一品大員 當時滿洲貴族有很多出來反對 另外一個說法就是 這個人事安排上面 袁世海透過當時的慶親王奕康的兒子 貝子載鎮來替他挖船 即是替他搞定朝廷的迷路 但是這個載鎮是一個貪財風流的人 袁世海乘機把妓女送給載鎮 誰知這件事是被其他人知道的 所以就要彈劾袁世海 甚至說這個載鎮牽涉入裡面 但是袁世海很聰明 馬上將妓女拿回來 然後叫一個商人娶了妓女 然後令到狀元孫佳麗查這件案 在查案的時候 孫佳麗就說不行 如果你將貝子載鎮的醜行拿出來說的話 就令到滿洲人非常之無面 於是不如任由他 因為載鎮的父親就是拼親王奕康 孫佳麗是軍機署的領班大臣 孫佳麗是晚清權力最顯赤的一個滿洲貴族 年紀又大,知力又深,逆字背 和涵風皇帝是個背 大家都要將這些醜聞給面 再加上袁世海很聰明 他知道當孫佳麗過世的時候 孫佳麗就是當時朝中最有權石 所以早已打鬆關節 用很多方法討好他父子 當時有些記載說 他每個月都有月規、節規、年規 奉獻一些所謂的稅錢給易康父子 甚至易康的太太福晉生日 兒子結婚、格格出嫁 甚至他的孫滿月 都由北洋大臣的所謂庫房 撥些錢出來是給他們開支的 總之是做足統統的功夫 所以袁世海打通各種的關節 不過這樣的情況都有問題 因為慈禧太后覺得袁世海的權力太大了 還有當時的兩岡總督 由湖港總督調任兩岡總督的張之棟 是南方漢人大臣之中最有權力的人 當時的滿洲親貴 覺得這兩個一南一北 兩個南北洋大臣 控制住這個地方的政權 他們曾經在辛丑和約之前 在庚子權變的時候 跟外國人訂立了所謂東南互保的協議 隨時可以跟朝廷作對 於是乎趁著改組朝廷 所以在憲政之前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改組政府 將袁世海和張之棟 一起接入京 做軍機大臣 軍機大臣 名義上提升了地位 沒有了這個地方實權 慈禧太后在義和團支聯之後 對維新變法的態度有所改變 他對袁世海在席地推行的新政成效 非常之欣賞 剛子予以表揚 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 結果日本戰勝 俄國慘敗 日俄戰爭之後 國際上流傳一種觀點 就是憲政國家 戰勝軍主專制國家 軍主立憲政體 比軍主獨裁政體更加優勝 清朝海內外的立憲派 城勢恢復活動 江蘇南通名士 狀元張展 掌書袁世海 提及 世界潮流趨於憲政 中國若不改革 世界雖然大 但將來恐無蠟燭之地 希望袁世海 為推動立憲盡力 可以做中國的伊藤博文 袁世海 權衡利害 認為與其將來有激烈革命 不如先行立憲 1905年7月 袁世海 聯同各省總督秦府 向慈禧尚書 建議派完考察憲證 慈禧太后亦明白 繼續因巡搜救 已經難以服眾 於是批准建議 派五大臣出揚考察憲證 準備十二年後立憲 清朝啟動立憲程序 1906年9月1日 宣布訪行憲證 大權統於朝廷 書政公諸輿論 訪行憲證的第一步 是成立議會 以及改革官制 議會分兩級 中央設資政院 由皇室親貴和元老眾臣組成 在國會成立之前 商議國家大政 各省設資議局 由省內有功名的鄉生 退任官員 互相組成 商討省內政務 改革官制是裁設不合時宜的衙門 如刀察院 中仁府 占士府等等 並將原有的六部 改設外務部 內務部 工商部 學部 陸軍部 海軍部 法部 交通部等部門 裁減大量勇員 由於清朝一向以來 八旗子弟有造官的優勢 裁減官員 會令大量八旗子弟失去盡身優勢 袁世凱被其人所敵視 光水皇帝的弟弟 小順親王在風 更是對袁非常之痛恨 1907年8月 直帝總督袁世凱 以及湖廣總督張之棟 同時被召入京 免去總督職務 任命為軍機大臣 袁世凱和張之棟 是當時最有權勢 升於最佳的漢人大臣 同時被召入京 不少人認為 是滿洲親貴 借此收回這兩位 封疆大利的軍政實權 名聲暗降 同時 袁世凱和張之棟的出身 並不相同 張之棟曾經高重探花 學識冤薄 思想靈活 在冒出維新時期 向光水帝提出 舊學為體 西學為用的見解 企圖為操資過急的變法降溫 令到變法納入正軌 但不被康有為等人理會 結果 維新變法 因為推動過激 侵害滿洲人的利益 以及觸動慈禧太后的權力底線 甚至圖謀拘禁太后而被鎮壓 張之棟在維新變法的時期 有先見之名 得到慈禧信任 他又曾經在湖北練兵卓有成效 湖北湖南新軍 是張之棟苦心經營的成果 新害年發動武昌起義的湖北新軍 就是由張之棟所組建 張之棟可以說是晚清民臣的典範 他對行五出身的袁世凱並不尊重 一般認為清朝掌權者安排張之棟、袁世凱 同時擔任軍機大臣 一方面顯示縱視改革、用人為才 另一方面使兩人互相制衡 古今風雲人物 主持張偉國、羅永生 為何要調他們兩個上 原來張之棟是科具出身 是著名的學者 亦做了很多經典書籍 袁世凱是軍隊出身 科具落地入 所以兩個人之間有很多矛盾 持起太后的目標就是要兩個人互相制衡 所以當袁世凱經常見到張之棟 就在人面前說 我就是辦事的人 張香水是做學問的人 換句話說 對兩個人之間的矛盾顯現出來 沒錯沒錯 在這種情況下 持起太后就可以助益人之利 而滿洲親貴也覺得 這個地方上的力量已經逐漸收回 不過也有一個問題出 滿洲的親貴是沒有能力 國國沒有什麼才能 於是他們直接取得兵權和財政的權 特別是哪幾個人呢 光遂皇帝的弟弟再封 以及再封幾個弟弟 一個是再徒、一個是再信 這些人都喜歡在軍隊裡指揮 作軍服 都是二十歲出頭 沒有實戰經驗 亦都沒有軍校的背景 沒有軍校的背景 其實就是一班所謂的 可以說是軟父子弟 第二代 希望現在是貴族貴族的幾代 希望自己從張之棟 袁世凱這些漢人大臣手段 收回權力回來 自己看著所謂的作弱師 其實實際上是互作妄為 可以這樣說 是的 他們自己不自量力 不過袁世凱對他們來說 亦都不敢得罪 沒錯 因為他是皇帝的弟弟 而且是得到慈禧大學的信任 據說有一次 袁世凱在上朝的時候 要提出一些改革的方案 遇到載豐 載豐在跟他爭竟 二十三歲就吵架 二十三歲的年少皇帝 當時是純親王 把槍拿出來拍在桌上 嚇到袁世凱都不知所措 你想想這個情況 很危險 後來經其他人勸了 算了 拉開他 沒有事發生 所以開所言之下 中下了 後來載豐和袁世凱之間的矛盾 因為畢竟在滿洲人的心目中 滿洲貴財就是主子 看人就是奴才 奴才 奴才就不能跟主子爭拗 雖然袁世凱是所謂的紀經戰陣 但是年少棄成的載豐就是擺出一個主人的款 拿擺槍出來拍在桌上 袁世凱醒到 畢竟他們都是主子 我畢竟是奴才 我不能跟他們硬碰 所以結果 還是活一聲引了下去 正如張三峰就縱下了 後來恥少比掌 載豐認為自己 以滿洲貴族的身份 能夠押制漢朝的大元 所以變成了 最後幾年更加示弱 而袁世凱也開始明白 因此的緣故 到了1908年 大家知道發生了一件事 就是 慈禧大學和光水皇帝先後過世 先後一日之內 光水皇帝先死 在二十四小池之後 都未夠 慈禧大學便死了 所以兩個最重要的人物 先後過世之後 政治實權 落在慈禧大學的侄女 光水皇的名義上的皇后 龍玉皇后 做了皇太后 然後這個皇位 就交由載豐的兒子 溥兒 三歲 做了新皇帝 而載豐成為了涉政皇 沒錯 袁世凱是覺得危險 為什麼呢 當時很多滿洲年青的親貴 有很多跟袁世凱過不去的大臣 紛紛上表 提出一件事 參奏袁世凱 就說袁世凱當年 是背叛光水皇帝 出賣了光水皇 要將袁世凱斬手 拼到光水皇帝的份衡 據說 光水皇帝已經被休禁十年 期間 經常在紙上寫著 袁世凱三個字 把袁世凱撕成幾百粒的碎片 然後就拼在一起 丟下垃圾桶 於是人們便知道 光水皇帝其實是想將袁世凱的碎屍萬段 不過由於袁世凱得到辭聖皇帝的靠山 所以光水皇帝不敢做任何事 好了 現在辭聖皇帝又死了 光水又死了 作為光水的弟弟 作為攝政皇 兒子做了皇帝 於是似乎便要報仇 不過又不敢報仇 因為龍與皇后擔心 如果要解決袁世凱 漢人大臣是非常人人之危的 於是似乎對袁世凱也想亡開一面 袁世凱也想出了一個辦法解決 與攝政皇在鳳之間的矛盾 就是高老雲 沒錯 他就說自己腳痛 他不是回漢城 因為他與二哥的關係很惡劣 為何與二哥和袁世凱的關係很惡劣 因為他媽媽留事 袁世凱是繼母 而二哥是嫡子 他媽媽在身手脱落後 死了之後 袁世凱想回去 他媽媽和他爸爸合葬 誰知道他媽媽說 他媽媽是繼母 不准落葬 不准和爸爸一起落葬 你自己另一個月 原來想想 我已經是慰極人神 竟然在這個地方 坐在二哥手上 他二哥沒有辦法 根據瑜伽的遜論遜法制度 他是嫡長子 他是有權作主 袁世凱是樹枝所出 又是繼母所出 沒有辦法 唯有死死起 靈蜜無地 就與他媽媽的關係 據記住 從此沒有再交往 就去了另一個地方 去到哪裡 去到安陽 這個安陽 就是在今天河南省黃河以北的地方 這個安陽曾經是商朝的首都 叫印去 這個地方因為很接近保定 如果由安陽坐火車去保定 幾個小時便到了 在現在來說 兩個小時便到了 不要說高鐵 在幾個小時 火車的距離 可以想想知道 消息很靈通 距離北京 也是一天左右的路程 因此的緣故 這個袁世凱是選擇 在安陽 叫做養病 起大宅 起大宅 起了一個很豪華的大宅 在裏面做扮漁夫 經常叫釣魚 據記者 當時雖然回席養鵝 但實際上 他經常保持跟北陽系的軍人 有很大的聯絡 據記者當時 他的行攻 即大宅 也有一台直線電話 有一台電話機 當時在紫禁城裡 或是好私人有電話 並且每個月 北陽將領都會來跟他交代 每一次經過安陽 北陽將領都會去交代 所以人雖然不在 但他心仍在留意政治 因為他現在在等待時機 等待什麼時機 等待有沒有機會 東山再起 因為當時他只有五十多歲 也不太老 於是這幾年裡 袁世海就叫做四個字 叫做韜光養晦 韜光養晦 在韜光養晦的日子裡 清朝爆發了很多意想不到的事 其中一件事就是革命黨人的兄弟 沒錯 我們可以看到在1905年的時候 當日俄戰爭打到最盡的時候 當時有很多留學日本的留學生 這個留學生包括幾種人 第一種就是公費留學的人 公費留學的人主要是獨軍校 前幾次已經說過 在清朝被日本人打敗之後 覺得這個軍隊一定要進行現代化 現代化其中一個最有效的促成的辦法 就是派軍官去外國軍校留學學生 去歐洲太遠了 美國也太遠了 所以多數是日本 日本留學軍官進入幾個學堂 叫做日本士官學校 陸軍士官學校 這是最高級的 一種叫做鎮武學堂 就是蔣介石的那個 於是裡面有很多軍官 另一種就是自費留學 就是剛才我所說的 有很多士大夫子弟 因為科舉廢除了 考科舉就沒有前途 沒有得考了 於是只能夠送子弟去外國留學 在外國留學的時候 有錢的去歐美 錢少的去日本 因為日本有兩個好處 第一個費用比較便宜 第二就是裡面的人 可以用中文寫字 港是可以學的 但是寫字就用中文為主 所以很多士生子弟都送去日本留學 於是日本留學的學生 聚集了數以千計 對 形成這些社群 當時梁啟超都很活躍 當時在留學日本的學生團隊中 漸漸形成兩派勢力 一派叫做革命派 一派就是保皇派 而當中梁啟超在當中發揮很重要的影響 他是保皇派的代表 而孫中山成為革命派其中的代表人物 不過孫中山也不算激烈 有一派的人更激烈 那一派的人 我們大家知道 就是兩節的光復會 那些群人以張太炎 抽筋、徐碩、倫等人為首 陳天華等等 後來加入一些湖南人 湖南人中間有我們所謂的王兄 趙昇等等的人 他們在1905年 聚合組織我們所謂的同盟會 這個同盟會 就成為了革命的力量 情況如何 我們下次繼續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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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出來 感谢观看